本台昨天报道了一名妇女进行医美疗程 在脸部注射一款皮下填充剂之后 双眼失明 受访专科医生就表示事件非常罕见 在这种情况下失明 复原的几率微乎其微 两个记者陈思玄和蔡可汗的联合报道 设施诊所位于红山一带的祖屋底层 记者下午走访时诊所并没有营业 一名职员授寻时对事故表示不予置评 事故设计一款来自韩国的皮下填充剂Estafil 俗称童颜针 设施医生是填充注射的认证培训师 设访整形医生说 数据显示 注射填充剂导致失明的概率介于0.05%到0.1% 通常是因为填充剂不小心注射在眼周的血管里面 那这个填充剂倒流 那过后又流进这个眼球里面的这个血管 血循环造成酸塞的情况 那就会造成眼睛失明 收访眼科医生表示 头面部血管和大脑内血管有很多连通 过快注射 压力过大 可能导致填充物渗入血液循环 而阻塞视网膜中央动脉 通常就是要尽快把眼压很顺速地降低 希望那个血管的填充剂可以把它挪掉 它就可以恢复那个血管 所以通常如果是超过4个小时 4到6个小时以后呢 即使我们进行所有的治疗呢 几率也是比较少 卫生科学局正在调查 同批字的产品是否存在安全和质量问题 感谢观看